Hello,大家好,我是有莲书局的小圆姐姐,一年一度的新加坡书展。 现在只剩下两天了,希望大家趁这个周末赶快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来书展看看吧。 现在我在有莲书局的展位A5、A6带大家来看看有什么好书吧,跟我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享一些新书吗? 好的好的 然后由于我们的重点推薦书有很多,然后我就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我比较喜欢的是吴淡如老师的这本人生使用上学院,谁托了你的钱。 其实我们赚了一辈子的钱,其实我们就很难存到我们觉得足够的养老金,然后怎么赚钱,钱怎么赚我们知道,但是那个钱怎么流逝。 其实我们是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然后这本书是讲要你学习如何去投资你自己,然后介绍一些基本的商业概念,以及需要用到一些小学生数学,跟某些的数据计算法,让大家更了解经济心理学及商业管理的学的一些知识。 然后由于陪和这个新加坡市长,然后我们也跟出版社拿了吴淡如老师的签名书。 哇,还有签名诶。 对。 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到我们有联署局探位来购买。 那除了这本书的话,还有别的书推荐吗?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个台湾艺人年艺层,他所写的一本新书叫做自己为什么还要说抱歉。 这本书是讲述他的一些信录历程,就是他做艺人演艺生涯里面的一些种种,然后写成的文章。 他有分几个章节,就是第一个,就戏剧创作,然后美丽,全粹力量,然后其他的就是他的一些人生经历生活等等。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不错的。 发现也是可以从文章里面看到颖艺层,他这个演艺生涯里面的点点滴滴,然后也是,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的,他写的这本书了,也推荐大家去看。 然后还有我想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如果我们无法以逛书前进,他是一本韩国年度现象级的话题大作,他也是很多艺人朋友都有推荐的一本书。 然后,他的讲座,他的,呃, 台课是写,给下一代带了希望的领导人物一百名,这个桌子是其中一位。 然后你能够想象未来世界是怎么样的吗? 韩国最受关注的新时代,呃,这个小说家叫金草叶,他以七篇的短篇小说,创在一个能够光速前进的一个乌托胖世界。 然后在那个世界人,呃,人类可以在太空旅行,然后,呃,科技很发达的做了种种。 但是在那样高度进步的宇宙里,我们依旧还是会孤独。 然后这本书就,有他的写作和一些文章,大家都可以去翻页。 哇,好的,好的,有非常多。 对,这位书展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天,然后,希望大家,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展位,有连数字那位,A5和A6来选购这些图书。 好的,那您介绍完那个成人书,那我这边,我帮给大家介绍一些儿童书籍吧。 那我把镜头交给冠豪。 首先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呃,我们的新处的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的一个东西,就是故事盒子。 所以故事盒子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盒子呀,它也是代表是我们怎么去使用绘本的一个方法,一个理念。 所以说绘本呢,不仅是可以用来读的,它也是可以用来玩的。 然后它也是打开孩子心灵的一扇窗,就是说可能走进去会是一个更宽更广的一个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故事盒子,它是有不同的主题。 现在的话,我们出了有两期,第一期是过年,呃,过年的主题叫过个团圆年。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然后这个盒子里面呢,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卡片。 所以说这个盒子里面会有两本绘本,一本是团圆,然后一本是小年兽。 然后根据这两本绘本呢,我们又搭配了两个一个绘本的延伸活动。 一个是剪纸,一个是灯笼。 大家在孩子读完绘本之后,还有一些手工活动去做,然后也可以引起孩子们对绘本的阅读的一个兴趣爱好。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盒子里面的实体。 然后另外呢,因为是在过年期间,所以我们还手写了一个,呃,虎年的一个福字送给大家。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叫美好的时节。 这是最新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时间的。 然后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OK,通过这张信息卡呢,里面的话是有两本绘本,一本是叫盘中餐,一本是安的种子。 然后根据这两本绘本,我们有延伸出三个活动。 这就是我们自己,呃,去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然后借鉴,然后,呃,自己制作的三个活动。 我们第一个活动呢,是植物园寻宝活动,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啊,这是我们自己手工DIY画的。 所以说,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呃,自然教育学习一下,就是新加坡的天气,然后地理情况。 因为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呃,气候影响,所以说它的植被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这也是根据安的种子所得出来的一个活动。 因为安的种子告诉我们,就是说,呃,一个种子变成一棵树,或者是开出一朵花,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说哪个步骤错了,啊,它都可能,它都生长不出来。 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呃,很多因素所造成的。 所以第二个活动呢,是时间管理表。 我们给大家制作了两款,一个是叫一日的时间管理表。 然后有一个DIYKids。 小朋友们可以自由地制作自己的时间表,给自己安排。 然后另外的话,一个是,呃,一年的时间计划表,叫MyKids计划表。 Kids是代表,Keep是保持,好的习惯要继续保持,然后improve。 然后改善不好的地方要改善,start是说,你要计划所做的事情,就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start,不好的习惯就要停止。 所以这是一个计划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视力。 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视力,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可以参考。 然后第三个是种子化,然后我们给了一个种子化材料包。 小朋友们可以自己在家自由地做不同图案的种子化,或者是,呃,可以把这个种子拿去种,种出一朵,啊,种出植物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然后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两本绘本,一个是盘中餐,一个是安的种子。 安的种子呢,讲的是三个小和尚的故事。 三个小和尚他们在种植的过程中,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最终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所以这是一个等待的故事,让孩子们学会有耐心,学会去寻找方法。 这是一本很有智慧的一本绘本。 然后另外一个是盘中餐,这个盘中餐,它的,呃,这本书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它是算一本科普性的绘本,讲述的是一粒米从无到有的过程。 里面讲述了一些农耕的一些文化,然后让特别是让城市的孩子可以体验农耕文化,然后一粒米长出来的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口头上叫他们节约粮食,不要浪费啊,这个可能让他们更深地感受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插画非常的精美。 然后除了这三个活动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惊喜,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呢,里面是啊,给大家的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说,如果家长就是感觉自己的华语不是很标准,或者是孩子们睡前想听睡前故事,我们有录制两本绘本的音频在这个QR Code里面。 所以家长们买回家之后,可以让孩子们自由去听这个音频,或者是在看绘本的同时一边听音频,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另外呢,根据安的种子,我们还和Story Wonderland故事奇遇记的博主小安妈妈,创造了一个安的种子后续小故事。 里面还有一个新的插画,所以说告诉大家一些道理,然后大家看完安的种子之后再去看那个小视频,应该会更有感受。 这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所以扫描进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形状,所以说是一个安的种子配音乐,还有一个盘中餐的配音乐,点击进去就可以听到这个音频,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安的种子后续小故事的小剧场视频。 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奇遇记,我是小安妈妈。 大家都去通过那本安的种子了吗? 看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有点意犹未尽,或者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那就一起来听听小安妈妈为安的种子创作的续集吧。 看看通过这个续集,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答,或者对这本故事书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 第一幕,本与师傅的对质。 在看到安的种子开出了千年莲花之后,本气冲冲地闯进了师傅的房间。 师傅,你偏心。 徒儿,何出此言呢? 你肯定是把好的种子给了安,把不好的种子给了我和静。 否则,为什么我们都没种出来,就安一个人种出来了。 所以,在你心里觉得师傅是这样的人? 那,那就是按运气好,要么就是有人在偷偷帮他。 一定是的。 嗯,这场比赛不公平,得重新比一次。 对,好的,那我就先给大家看这些吧,然后剩下的大家可以在购买这个盒子之后去体验一下。 然后这个盒子,我给大家。 现在呢,我们现在我们有优惠活动,就是说我们一个盒子,大家可以扫描这个QR码,去在我们的官网去找到详情。 然后订阅的话是,我们是六个盒子是一年,所以我们每两个月会出一个新的主题。 六个盒子的话,也就是一年的一个配套是200块,原价是210。 如果是你是订购半年三个盒子的话,那原价是105,现在是100块。 如果您想先只体验一个盒子的价钱,也是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有优惠价,原价是43的盒子,现在您可以享受35的价钱购买,去体验一次。 所以希望大家来购买这个故事盒子,给孩子们一个不同的体验。 然后另外呢,如果大家还喜欢其他绘本的话,也可以进行的到书展的展位。 我们这边有国家图书馆推荐的100本绘本,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边能筛选,挑选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立体绘本,大家可以尽情的挑选。 OK,还有一些别的,还有一些立体绘本,也可以供大家挑选。 还有双语的,或者是有拼音的绘本,都有。 有,可以从这边拍完。 还有一些是立体绘本,所以说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边,我们的展位,阅读上海A6的展位能找到。 如果大家需要找新加坡本地的绘本,或者是儿童故事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展位找到。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带大家去有莲书局的峰会场,也就是在百胜楼0301的门市给大家介绍一些新书吧。 哈喽,这里是有莲的门市,在Braspaza Complex三楼。 哈喽,嘉维,可以给大家推荐几本新书吗? 好的,那我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这一本《人在诗城,随时思路》。 这本书的作者是李宁强先生。 这本书是他带着相机和朋友,有些时候独自艺人到漫游岛国,深入了解和仔细观察。 四处寻找收集材料,用镜头捕捉了岛国之美,还有记录本地的地景人文和名声历史的精彩瞬间。 这本书一共收录了50首诗,近乎每一本皆配有图片,让读者在读诗之余也能够同时欣赏摄影之美,认识岛国各处的景观。 好的,还有别的书可以推荐的吗? 第二本要向大家推荐的书是这一本《俄乌之战与世界未来》。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蔡君先生。 蔡君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国际政治与世界军事专业的研究。 作者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秉持理性逻辑缜密的态度,对国际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这本书是他多年来的研究累积而成的杰作。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通俗易懂。 中墨风趣的语言,来剖析国际的形式。 好的,那除了关于政治类的书籍,还有什么样的书籍可以推荐? 好的,再推荐一本呢,就是这一本《初画园,潮州成人礼》。 这本书的编者是张世俊主编。 初画园是潮州人为年满15岁的孩子特别进行的成年礼仪。 初画园呢,潮州成人礼,收集了来自潮州原乡及新马多地的相关资料。 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探讨了初画园的背景与溯源, 在潮州原乡以及新马发展的演变。 这就是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书了。 好的好的,谢谢家伟。 那我大家看看门市的有什么新书吧? 一些其他的一些文具。 哦,对了,家伟你还忘记跟大家讲说, 这一次的书展我们有什么促销活动。 好的,请看上面。 我们这一次呢,书店呢,会全面给予18线的折扣。 如果你成为我们的会员呢,家伟获得28线的折扣。 那怎么成为会员呢? 你只要付一个5块钱,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一年的期限。 好的,那行啦。 请问这里也可以使用CDC Voucher,或者SBF Voucher吗? 可以的,我们这里呢,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支付方式。 接受了这个书展的这个Voucher,也接受这个CDC Voucher。 好的,行,谢谢家伟。 那我带大家继续看一下其他还有什么书展和我们展出的一些东西。 我们在这里,现在我们下来点啊。 有点小双鱼。 就是这次大双鱼。 这是在京城里边的池,几天市, 有点心,老化。 鱼福建讯途。 有点好物。 有点好物。 是的,安全。 鱼福建讯途。 您给icz鱼好 rom。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欢迎大家尝到有怜 拜拜 感谢观看